在《斗罗大陆第二部爵士堂门》中,王东作为神王唐三的女儿,她和唐三一样都是拥有双生武魂的天才,同样王东也遗传了唐三的浩天锤武魂。 作为自己的第二武魂,只不过王东一直在外人面前,隐藏自己的双生武魂,只对外展示自己的光明女神蝶武魂,当王东首次开启浩天锤武魂之时,直接静待众人。 并且,王东的浩天锤武魂,还有两个强大的武魂融合剂,两大武魂融合剂开启,更是震慑全场。 而整个史莱克学院就只有霍宇浩知道,王东其实是三个武魂,但是霍宇浩也不清楚王东另外两个武魂是什么。 他也曾试图进入王东的精神之海一探究竟,看看王东的另外两个武魂到底是什么。 可霍宇浩刚一进入王东的精神之海,差点就被唐三当场灭杀。 幸好被天梦冰残及时拉回来。 吓得霍宇浩再也不敢肆意窥探王东的秘密,直到王东自己展示出他的第二武魂之时,霍宇浩才知道原来是浩天锤武魂。 在霍宇浩等新一代史莱克七怪,去新罗帝国参加魂师大赛之时,王东才暴露出他的浩天锤武魂。 当时霍宇浩,王东以及贝贝三人对战正天学院的三人之时,霍宇浩和贝贝都已经站至重伤。 王东的魂力已经耗尽,此时对方还在不断挑衅,他们认为无法释放魂迹的王东根本不足为惧,可怎么也没想到王东还有第二武魂。 只见此时的王东右手掌中突然多出一柄黑色的锤子,那通体漆黑的锤子上,一个魂魂都没有,但是那柄锤子所爆发的力量强大无比,一锤之下就击败对手。 在场众人纷纷被这一幕惊呆了,众人还没看清楚那柄锤子的真正模样。 就已经被王东收回,这柄锤子正是王东的第二武魂浩天锤。 如今王东展现出第二武魂后,这就意味着他和霍宇浩将会有四个武魂融合剂。 其中有两个武魂融合剂是与浩天锤发生的融合。 其中第一个武魂融合剂叫做极动中的赤裂天地之锤,是浩天锤与兵闭地黄蝎发生的武魂融合,在与新罗帝国皇家学院对战之时。 首次使用了这个武魂融合剂,强悍的爆发力,直接就破开了拥有超强防御的星之守护,打败新罗帝国战队。 浩天锤的第二个武魂融合剂叫做虚无中的真言,心灵风暴。 这个武魂融合剂是浩天锤与灵魔武魂的融合,将浩天锤强大的攻击力融入到霍宇浩的灵魂冲击中,在魂师大赛中,对抗笑红尘和梦红尘两兄妹时,首次使用这个武魂融合剂,无数禀浩天锤直接攻击精神之海,就连封浩斗罗都难以承受这样的攻击。 两人凭借强大的武魂融合剂最终获得魂师大赛冠军。